咱就看看干犯人的伙食怎么样 四菜一汤 肉在下头呢 被这个挡住了 Hello 今天是2021年的6月1号 礼拜二 大家这个六一儿童节快乐 反正是没有小孩的都可以过 有小孩的跟小孩过 部分年龄大小都可以过 本来就是一个全民happy的节日 不要搞得老是小孩子去过 小孩子过的话是不是得有大人陪啊 是不是大人的请假呀 所以说大人小孩一块过 是吧 这才是符合道理 今天是这个礼拜二 今天现在是上午的10点50温 温度是21度 今天起的够早的 然后体温是21 湿度46% 到入口 看看油价 油价还没有变啊 3块09 长岛好像稍微掉了那么一点 前几天是2块9毛3 现在是2块9毛1 长岛 就是我经常加油的那个油站 就是比较便宜的一个油站 今天呢 是昨天本来是讲 想想说说那个话题的 比如说 对 昨天忘了说个事了 昨天其实是一个公休日 5月份的最后一天 每年的5月份最后一天都是一个公休日 一个公用假公用假日 我不知道是什么老兵纪念日 还是什么日 我忘了啊 反正一个白天整整一个白天 生意都不是看好 到了晚上 我昨天晚上做的挺晚 到家都11点多了 然后 然后那个 昨天晚上啊 顺便 顺便那个 顺便 那个叫什么 哎呦 今天把我堵这 把死了 昨天我就换 换机油了 换机油换了100多 昨天 昨天赚了钱 基本上就换机油了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换机油会那么贵 导致我又想换一家了 哎 找不到 说实话 现在都是平良心做事啊 有些人就是 就是 哎 找不到这么这么地道的人了 就是一句话啊 咱也不针对某些 针对什么对象了 咱就是今天找不到那种 就是好好做事 然后收费也合理的人了 今天找不到了 什么都是能坑就坑你吧 我这个视频呢 这个是 就是 看似很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时间没有间断的 但是呢 其实话题很很很随意性啊 咱们比如说前几天我遇到鸟呢 我就说说鸟的话题 遇到啥就说啥话题 非常随意性 没有那么目的啊 每天 每天干干事儿 哪有那么多目的行 是吧 我们又不是那么高大上的人 是吧 高大上的人每天要定计划 是吧 定目标 几点到几点干什么 咱们就是随意性很高啊 随意性很高 遇到什么说什么 所以那个 昨天我想讲什么话题 后来就是给一个网友 就是得说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吧 就是把话题给插回去 其实我本来想 昨天想讲的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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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平和三胎的事儿啊 这是来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啊 三四十岁啊 这个 不如了冬年轻轻轻轻轻动 sorry sorry 啊 不如了这个冬年的东西 其实这个躺平这个词在朋友圈 其实看的 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三四十岁正好是一个社会也好 是一个国家也好 是一个组织也好 正好是中间力量就是三三四十岁的人 当然除了我之外啊 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是中间力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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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外啊 我出外 我是我是社会第一混混师大魔王 啊 那个 呃就说 这帮中间人的状态就是说 躺着没法躺 躺不下来了 因为他顶着两个 那个 就是 其他那种桥梁的作用呢 你如果躺下来了 这个地方不就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会这个组织不就完蛋了吗 不可能 中间人是不可能躺下来的 所以说这个词呢 只会用在90后 不是90后 95后 甚至00后 这帮刚进入社会的青年里面 因为他们 他们不像我们 我们对待刚进入社会的时候 我们也有个词会 叫叫废嘛 叫宅叫废嘛 是吧 废人吗 废我吗 其实我们已经废了一批了 然后 然后 挤到这个中间这个阶层 已经算是一个佼佼者 已经算是佼佼者 剩下的人 剩下的像我们同时代的人 在干什么呢 一要么就是 就是家里凑点钱 去开个超市或者是 或者是开个小店或者干什么 要么你就是跟我样的是 没有任何基材的那种情况下 你只能送到外卖 是吧 当外卖小哥 当会计小哥 就这样子 这是我们这代人干的事 三四 三四岁的人干的事 像 95后 01后这帮人刚进入社会 他们 他们携带的词汇呢 就要躺平了 我觉得是一个社会现象 很正常的社会现象 没带人进入社会 都有他们的标签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就是就躺平了 他们不去奋斗 他们怎么会去躺呢 真正的躺的话 真正废的话 你这个社会 这个组织 这个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事实上你这个社会 这个组织 这个国家还是没有 还是往前发展的 说明这帮年轻人 说的躺平 其实没有真正的躺平 他们只是说 找个借口 让自己有一个醒目的标签 然后得到别人的就是 同等的认可吧 是吧 让自己的往上面 走的就是更有一个代表性 或者有一个特殊的标签也好 或者是特殊的说法也好 比如说别人说 哎呀这就是我们00后的躺平青年 人就会这么介绍 如果你说 哎这是我们00后的小刘小刀 太普通吧 你知道吧 就是说我们介绍一个 哎这是我们00后的躺平青年 小刘 哇一看哇躺平青年 然后有标签 就感觉有标识度 知道吧 这就是进入社会的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那代人进入社会 哎这是废 这是废物小张 这是废物老 类似于这样子说法 说头啊 真正能躺下来吗 我躺躺躺不下来的 到三四岁 你能躺下来吗 躺下来你这个国家社会就完蛋了 不可能躺下来的 是吧 个别的有些大神 就像三颗大神 三颗大神也有很多是我的同龄人 或者是比我晚晚的8090 甚至这个更小一点的 他们他们的生活才真正的躺平 是吧 但是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啊 是吧 他们不担起社会的中间力量的责任 就是躺平这个词 至少我在我同龄人的朋友圈里面 很少看见这个词 都是社会在吵话题 吵热这个东西啊 就是 就是感觉到词新鲜嘛 这些媒体就是 就像狗闻到了屎一样的 就感觉这个词很新鲜 就想 就想 这是什么人啊 这是什么人啊 就挖掘一下新闻线索 这个就是 没意思啊 但是我要说 我要说另外一个词 就是三胎这个事 三胎这个事在我的朋友圈 在我同龄人的朋友圈里面 还是 就是说 普遍的就是 发朋友圈的发生意的 还是比较多的 就说明他们的关注点 说我同龄人的关注点 三四岁这个中年人 这个 这群人的关注点 更多是在三胎 并不是在厂屏上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像我妹 我妹人家是老师 是吧 按照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的 划分的话 铁定是一个中产阶级 并且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体面职业的中产阶级 但是他发的朋友圈就说 他说这个专家 不去好好的搞经济 非要去 要什么三胎三胎 什么三胎以后 你没有没有经济去养 这边白扯吧 是吧 这就是我 我妹的原话 这个其实是有一种代表性 代表大部分 中国的中产 中产 中年中产 和他们的这个心神 就是说你国家 你不过去做好这种相依的 就是刺激经济 让大家经济上更更 就说更这个提高一点 反而去做些三胎这种事 三胎这种事 对人口来说 确实是到了一个平均 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这个无所谓了 这个不是焦点了 焦点是我自己都活的 不是很痛快 就自己都不在不养 就不知道怎么去养活自己的情况下 一胎都没有考虑 二胎跟别的胎 三胎又来了 你这不是 你是不是扯 扯三样子吗 你是不是对不对 你一条腿 人家卖一个台阶正常 卖两个台阶 就是稍微有 有点难度 卖三个台阶 那你不就把蛋给扯到了吗 你不就扯探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很多事儿 很多事儿就是说 你的国家是希望你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利益集团 长久稳固的向前 但是你和大多数人们 人民的愿望呢 并不相符合 就比如说 你要马上跑 你要马上往上跑 你就给马上吃炒 是吧 你还要马上吃三胎 人马上肯定不干了 我就要 要脚子走了 是吧 什么玩意 这都是 所以说你看看 所以说这东西啊 就是跟 最近这帮制定政策的人 就是跟 上回人民银行 发文科生 该淘汰文科生一样的 都是 不经过脑子说话 你知道吧 是吧 你担任个理科生 那你去做吧 你做什么呀 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文科生 去想象一些东西 去做一方向性的东西 方向性的去描述 或者是去愿望去理想的话 就是说没有这些文科生去想象 我要飞天 我要陆地 你李克生 就算你能造出飞机大炮 潜艇来 你会造吗 你会去造吗 你不会去造 因为你没有这个需求 你会去上天 你会去上天吗 你为什么去上天呢 你是想去上天 你为什么想去上天呢 这有一个想象 想法在这 这就是 李克生不足的地方 你别看到这个 你把世界上的生物植物 所有的土壤 什么东西都分析了一遍 但是你不知道这东西要干什么 能干什么 为什么要干 为什么要干 很多事 很多事是这样的 就是人们的主观意愿 是这个时间段 这群人愿意干的事 也许这个事是错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 这些事也许是错的 或者也许是 也许是不太好的 但是呢 这个时间段 这个特定的时间段 特定的人群 他们就想这么干 那你就得尊重这样的习俗 尊重这样的愿望 你就要这么干 否则你就不扯淡了 是不是 这当大家都要生孩子的时候 你不让大家生孩子 是吧 当大家不想生孩子的时候 你非让大家生孩子 对不对 你就干个人事 你就跟人访谈的来 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话题是昨天想想说的 然后今天还记得 今天早上起来 我说今天早上起来吧 早上起来 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洗衣服下 七点钟就起来 七点钟洗衣服下 找的这家店 是我比较近的一家店 但是那家店稍微贵一点 也不怎么贵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这家店呢 是需要卡的 他卡还要收我两块钱的卡费 我就有点不在乐意 我说下个吧 下个吧 然后我发现他的烘干的桶子也不是太热 烘干桶子一般般 然后我 因为这家店呢 离这个球场近 所以说我就在这家店 我就选了这家店做 洗衣服 然后我就洗的当中间呢 我就去拿网球 然后我就打了半个 打了20分钟网球 网球确实是来汗的 你就你就跑步 你要把他跑半个小时 都不一定有汗 你知道吧 但是你打网球10分钟 哇那汗 汗就呼的出了 但是有缺点就是 就是那个网球啊 他只能是单手去拿 所以说我的这个右手 就没办法断练道 这个就是比较有趣 有缺陷的地方 他就是没有游泳好 哎呀下回我要看看游泳馆 什么时候开门呢 游泳泳打完球之后呢 我就回来了 然后就去 因为今天六月二中节嘛 所以说再一次奖励自己啊 买两个盒饭啊 盒饭四台一汤 非常不错 反正这个天赤也不是长久之地啊 就是换的来吧 换的来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换一下 换个车道 今天是阴天啊 今天是多云 阴天 对了 还有最后一个事儿 我的车钥匙 这钥匙 最近 最近 好奇怪 他老是 显示不出来 你非得 用钥匙去靠近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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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器 好奇怪 我为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 等我还要花时间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 啊 行啊 今天就到这儿啊 今天就到这儿啊 这个我们 待会儿聊也行 明天聊也行啊 看 看 对了最后一个事儿啊 我准备呢 要做一个新的系列啊 新的系列可能是 可能不是每天 可能是攒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 嗯 它是属于随手拍系 我可能 可能每天走路的时候啊 可能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好玩的东西 但 但你想拍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瞬间就过去了 但你天天拿着相机到街上拍啊 你就毕竟能碰到 所以说 我就想做一个那种随手拍的系列 随手拍的系列 我就想记录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瞬间吧 希望这个系列能 能那个 做的比较有意思 行 你继续到这儿 都跑到36了 去 继续到这儿 我们下个视频 继续聊啊